生活中的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烦恼 明明就只想看五分钟的电话 却控制不住自己看了整个下午 想象自己是一个高度自律的青年 现实却被狠狠打脸 怎么办呢 iPhone手机的APP限制功能 可以帮助你管理每天刷手机的时间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打开手机设定 选择荧幕使用时间 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己每一天以及最近一个星期 使用手机的情况 花在哪些APP上的时间最多 以及每天拿起手机的次数 我们先选择返回 那究竟如何准确地控制自己 使用APP的时间呢 我们选择APP限制 选择加入限制 在这里系统会自动地帮助你把手机里所有的APP进行分类 我们先来选择要控制自己使用的那一类APP 比如说我选择娱乐类 然后选择下一步 先设置好每天可以使用娱乐类APP的时间 假如我放一小时 然后选择自定天数 我们可以手动地设置在一个星期里面 每一天使用娱乐类APP的时间 假如星期六的时候我比较有空 那么我就选择星期六 选择两个小时 每一天都是可以这样手动设置并更改的 当我们设置好每一天的时间之后 选择返回 选择加入 这样就设置好了 如果你还想设置其他类别的话 就继续选择加入限制 比如说游戏类 那么就选择游戏类 这里我就不再做演示了 因为操作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当你设置好娱乐类APP的使用限制之后 达到限制时间的时候 手机就会自动地提醒你 观看时间已经到了 不能再看了 那如何关掉这个功能呢 非常的简单 打开手机设定 选择荧幕使用时间 选择APP限制 这是我们刚刚设置好的 娱乐类APP的使用时间限制 点一下 选择删除限制 确认删除限制 好啦这样就删除啦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哟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